亦是有两个情况 有两个印星 有两个印星我们看到了 正印和偏印 正印就是一个大道理 一个光明大道理 公义 是透出的 是抬头的 但亦是会有偏印在这里 亦是会有偏印在这里 偏印就是一些歪理 等于世界上来说 有两种不同的价值观 会有两种不同的政见 一个就是民主 民主政见和共产政见 可能是在冲击 大家可能有些不同的粉丝都要归边 会在冲击 但来说 因为 你看到很有趣 正印来说下面坐着老虎 庚人 正印坐着老虎 老虎 白虎代表西方 是 民主来说 白虎很厉害 在这个命来说很厉害 因为它是月令 力量是最大的 力量是最大的 而偏印就是说 歪理那边就入了武 这个是辛金 辛金来说就是歪理 歪理来说就是一个武府 似乎来说 一些反民主的声音 或者力量 正在消退 似乎来说是好的现象 正印抬头 社会气氛会更加快 相比起今年 我相信今年来说 大多数市民 八成九成都受人惨慕 对 对 吃都没一口好吃 限聚令 正确 还有说到烟烟闷闷闷 最悲惨的事情 今年来说 民人受打压 是吧 就是那些老师 无端端被人 删除了教席 含冤莫说 含冤莫扮的情况 很多出现 明年来说 又会好些 因为政印本身抬头 就是说 读书人 或者是公义 大道理 会是抬头 会是张显 会是光明 那你说 那些牛鬼蛇臣 那些歪理那些 或者是不好的官员 就可能得到恶报 也不一定 入武的意思 是 这样的情况